目前的話 原有的合約都已經旅行完畢了 所以應該講的是未來 那我們歡迎他這樣子的一個轉變 部長說的就是復興藥廠 前一天發聲明說臺灣未來訂單 都能換成BNT次世代疫苗 時間點就這麼剛好 同一天衛部部長薛瑞緣暗酸 郭台銘是BNT推銷員 郭台銘回擊 朽木圍觀 請受實錄 中間的話當然是有一些 可能是一些誤解 可以自己想想他 我也沒有對話入手 個人自己會去思考 BNT次世代疫苗 這把火持續延燒 因為杜成哲醫師認為 混打疫苗的抗體比較高 根本沒有相容問題 陳昌宇醫師也表示 莫德納次世代打氣低迷 如果還進BNT次世代 是要等著報廢丟海裡嗎 郭董自己是憂心 老母親混打有疑慮 在美國社會這樣子 以BNT和莫德納為選擇的國家 那其實有大量的混打情況發生 也沒有什麼太多的不良時間發生 現病毒疫苗 蛋白疫苗 RNA疫苗 他們混打以後 並不會對副作用有很大的影響 那唯一的就是說 你如果打了某一種特別的疫苗 產生嚴重副作用的話 下一劑就不要再打同一個廠台的疫苗 既然混打沒疑慮 加上國內次世代疫苗 還有四百萬劑 訂單也有一千五百萬劑 依照每天疫苗接種人數 只有兩到三萬人次 庫存量非常充足 BNT次世代還需要嗎 2021年供應的不是很順利 一定要做個決定 到底要不要跟某些廠商 預先預購 而且只要是次世代出來都要 那其實現在莫德納簽的是 到明年約還有一千五百萬劑 國內疫苗量充足 復興醫藥這個月也已經向我方提交 五到十一歲輝瑞次世代疫苗EUA 未來是否進貨縱觀口糧下 政府得好好盤算